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惊悚片 等着你 影片一开场 连环杀人犯大眼哥正在接受审判 可由于这证据不是太确凿啊 大眼哥只被判了15年的徒刑 这受害者家属一听可就不干了 开始在法庭上跳着脚骂金啊 警察面贪叔上去就拽出了大眼哥 说我们班长龙套叔也是你杀的吧 孙子你呀别得意 我以后天天锻炼身体等着你出狱 你给我等着王八蛋 到时候咱心脏老丈一块算 紧接着现场是一片大乱 受害者家属是又酷又叫 把法庭折腾得是鸡尾狗跳 警察龙套叔的闺女小萝莉又年丧腹 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算是止不住了 看着路边的小萝莉啊 面谈叔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这个时候啊 影片开始介绍龙套叔是怎么嗝屁的 原来这龙套叔在跟踪杀人嫌疑犯的时候 不幸被对方给发现了 这杀手的刀法是精湛的 等龙套叔走出十几米才发现自己遭老暗算了 哎呀 有爬回家这功夫拿出手机播个120行不行啊 非得浑谁是血的吓唬自己的闺女 你到底是不是小萝莉的亲爹地 这面谈叔啊 不仅在工作上是龙套叔的好帮手 在生活上啊 还是龙套叔的好基友 由于第二天是龙套叔的生日啊 面谈叔提了蛋糕来到了龙套叔的家 这胳膊儿静屋一看啊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发现龙套叔不仅没吃蛋糕啊 而且还领了盒饭了 转眼15年过去了 大眼哥也出狱了 哎呀 要说这哥俩导咬呢 那可真够好 都那么多年了 居然一点不嫌老 果不其然啊 面谈叔一看 说哥们这么多年不见 你一点没变呢 大眼哥说 阿瑟你可别开玩笑了 我看你才是风华正冒花着翘了 面谈叔说 曾子曰经常吹牛逼容易得甚虚 咱呢还是说的正事 你杀了七个人才坐了十几年老 你觉得合适吗 字要是我找到证据 还得送你进去 转场之后 当年的小萝莉啊 已经变成了清纯妹了 这俗话说 真的茁壮成长了 变得好像 还没有小时候好看 这清纯妹不仅会拉小提琴的 而且还喜欢帮助人 街坊四邻的都说 这闺女真棒 将来一定能找个好对象 自打着清纯妹的爹地 龙套叔死了之后 他妈咪是一不做二不休 马上就改嫁 要说这清纯妹那是真轻快 一到单位就开始劳动了 把警察局打扫的是一尘不染 窗鸣寂静的 这个时候的面谈叔啊 已经顶替了龙套叔 走上了领导岗位 按照规矩 把钱转交给清纯妹 算作是清纯妹的生活费 这个时候 面谈叔的上级领导走了进来 说你知不知道 大眼哥今儿光荣出狱了 以后你可不能再难干了 我们得科学办案 领导这边前脚刚走 面谈叔就把大眼哥的资料 交给了手下的幽宇哥和猪头弟 说你们俩轮班监视这孙子 有情况及时向我回望 幽宇哥说他又不是嫌疑人 咱没必要非这个神嘛 面谈叔说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的 你要是不想干的 麻溜的给我滚蛋 刚刚参加工作的猪头弟说 那大眼哥当年是怎么被抓住的 幽宇哥说 那孙子的女朋友出轨 被他给发现了 然后他就让他女朋友领了喝饭 后来通过跟他女朋友 劈腿的分头哥的举报 我们才把这孙子给抓到了 猪头弟说 指控大眼哥杀了那么多人 有证据吗 幽宇哥说 要是有真凭实据 那孙子早就被枪毙 我们唯一的证据 就是在所有的案发现场的监视器里 都有大眼哥的身影 猪头弟问 那他是怎么把人给干掉的 幽宇哥说 用塑料袋往头上一套 保证让你很快就死翘翘 这大眼哥坐了十几年的牢 伍子身上都快长了毛了 当天晚上就在酒店叫了一包大姐 由于这场戏的尺度比较大 苏哥在这就不多废话 转场之后 包大姐骂个街就走出了酒店 皮条客说 干咱这一行 遇见几个变态也是很正常 我先去撒包尿 一会咱俩好好捞一捞 皮条客正在撒尿的时候 分头哥突然出现 然后手起刀落 就让皮条客领了喝饭 然后这分头哥又上了皮条客的车 立马就让正在补妆的包大姐领了便当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正在执勤的清纯妹给看见 原来这个清纯妹 这些年来一直也没钱 为了找到凶手替他爹地报仇 他是东练三九下练三伏 表面上看他是弱不禁风 其实是一身的英勤 皮条客和包大姐被杀之后 面谈叔把大眼哥带到了警察局 大眼哥说 你这是公报丝绸昏了头了 你想找出我杀人的证据可没那么容易 面谈叔踹了大眼哥一脚之后 就把这哥们给放 憋了一肚子气的大眼哥在过道上 跟清纯妹撞了一满怀 他把清纯妹拽起来之后 看到了清纯妹的名字 一天晚上 清纯妹看到他妈咪正在遭受胡子叔的家暴 于是他很快便让胡子叔交了翻票 看看 要想一拳把一个壮汉给打残 我估计这种铁拳至少得练十几年 第二天的一早 胡子叔的尸体被沉练的给发现 大眼哥一看 不远处有一黑人行迹十分可疑 于是便撒丫子追了过去 可就大眼哥这身体素质愣是没追上 这场戏的目的也不言而喻 就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清纯妹的超能力 面谈叔说 这大眼哥刚出狱 两天内就有三个人散了命 你为啥还不发逮捕令呢 领导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一切都要讲证据 没证据你抓个屁呀 转场之后 分头哥正在镜子前修肌肉 这哥们修完肌肉就来到了酒店 准备让大眼哥领喝饭 可是由于面谈叔的突然出现呢 让一场杀落就这么不欢而散 转过天 清纯妹来到了他妈咪和胡子叔的家 发现他妈咪已经喝药子茶了 到了晚上 面谈叔又去找大眼哥寻行自事 大眼哥说 当年就是我让龙涛叔领的好汉 但现在已经过了追溯期了呀 你拿我也没法办 清纯妹经过深入研究发现 这些命案是两个人一起干 原来小时候的大眼哥和分头哥不仅同岁 而且还是在一个孤儿院长大 由于心里扭曲 这对好伎友 打小就爱虐杀小猫小狗 后来由于分头哥跟大眼哥的女朋友开了车 因此两人是反目成熟 大眼哥杀了女朋友之后啊 分头哥是痛不欲生 于是便向警方举报了大眼哥 说那些命案呢 全是大眼哥一个人干的 目前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接下来呀 就到了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的时间了 这大眼哥一通瞎悬末呀 终于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好机友分头哥 大眼哥说 咱俩从小玩到大 为了个女人治愈 分头哥说 你女朋友之所以把我爱 是因为我比你长得帅 大眼哥说 你可甭臭美了 我浓眉大眼身体好 整个朝鲜半岛都难找 既然你这么薄情寡义 改天我就让你下地狱 到了晚上 分头哥刚回到家呀 就中了清纯妹的妒忌 然后这哥们很快就嗝了屁 转场之后 大眼哥回到酒店洗完澡 刚躺到床上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掀开闭子一看呢 发现分头哥已经领了喝饭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哥们突然又遭到了清纯妹的叽叽 然后很快就被做梦逼了 随后面瘫叔带着人包围了酒店 大眼哥从昏迷中醒来之后啊 发现硬传肯定是不行了 于是他略施小技 便从面瘫叔等人的眼皮子底下跑了出去 警察署长毛淡叔得到消息之后啊 气得是火冒三丈 说你们这些白痴犯的 再抓不住人呢 统统给我滚蛋 对于一个职业杀手来说啊 自己的猎物被别人给干脚 那简直就是对他莫大的耻笑 到了晚上 大眼哥正在网吧查清纯妹的资料的时候 被网管给举网了 面瘫叔带着猪头弟啊 急忙来到了网吧 虽然这面瘫叔的饭量不小 但最后还是被大眼哥给跑了 随后大眼哥摸到了清纯妹的家 两人话不投机 清纯妹仨子就聊了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清纯妹在前面跑的是香汉淋漓 大眼哥在后边追的比狗都急 当大眼哥追到小公园的时候 发现清纯妹正在当秋千呢 大眼哥一看就笑了 说妹子你这什么情况啊 清纯妹说咱俩都杀过人 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 我先去阳王爷那报个道 然后再替你拿个号 清纯妹说完就上了调了 紧接着面瘫叔也带人赶到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因为杀人罪啊 最终被判了死刑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得来手唐诗一下行吗 做人一定要规范 违法乱纪不要干 自以妄为瞎回来 早晚让你领喝饭